大家好 我是沁櫻 很多人在討論 到底交往多久可以結婚呢 我們來看看D卡上 有網友就在問 她說她跟這個交往半年的男朋友 就登記結婚了 那很多人說才半年 你想清楚了沒有 但是她說她跟X前任交往五年 最後分手收場 那麼這一任子半年就定終生 她說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時間 就是覺得遇到對的人 所以到底時間 是不是兩個人結婚的 頻段的標準呢 你的標準是什麼呢 來 歡迎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囉 第一位是我們的藝人李妍瑾 歡迎妍瑾 嗨 大家好 我是詩惠 永遠的少女 我們情緒女王 甄霖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剛結婚的甄霖 舞蹈老師 金金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金金 好 我們作家楊晴哥歡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問一下 到底周王多久可以結婚 你如果覺得時間不重要 遇到對人隨時都可以結婚 報局綠牌 你說沒有 時間可以看清楚一個人 就是要時間謀合認清 舉紅牌 請舉牌 其實大家都滿浪漫的 對了就嫁了 就娶了 只有妍瑾 失婚少女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 因為妳的戀情去年七夕才公開 九月登記結婚 那大家都以為妳是閃婚 但事實上妳跟前夫 已經認識十年了 這速度很快 就是因為以前他就覺得就是 我們是朋友介紹的 就是因為剛好就是我那時候 是一個公益活動的代言人 那當時就有一些廠商就是 沒有贊助東西 那我就請他幫忙贊助這樣子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認識 然後當時他就覺得我就是很漂亮 然後但覺得我是個藝人 高班不起 然後就 每次下去高雄做活動或什麼 他就會請吃飯 或是大家就會 碰碰面什麼的 他其實對他印象也都是還不錯 但是就是從來我也沒有想過 就是兩個人會交往這樣 當時什麼樣的氣息 也讓妳覺得說可以結婚了 應該說他已經求婚之後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本來就是要去動軟的 對 對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想說 既然妳就是看到新聞 那醫生講到說 妳做受精卵的話 那妳就必須得要就是 有夫妻的那個證明 對 所以我們就先去登記 那登記完呢 我就登記完的第一天回去 我就突然就 在電梯門口我就看他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兩個都沒有婚前協議 都登記完受精卵已經要去做 他想到協議 因為你知道嗎 在備卵的時候 人是傻的 然後他其實他很疼我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對我就照顧 就是會很無微不至 那有一次像我在他家 就是浴室跌倒 對 然後當我睡醒的時候 浴室已經鋪好了那個防滑墊 只要我有他在對不對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上空的 那很好啊 我就只要帶著自己 這個人就好了 那很好啊 然後我怕熱 因為他在高雄嘛 對 那高雄就比較多那種 攤販小吃都是那種 沒有冷氣的 對 然後他就會跳有冷氣的 OK 對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在那個很熱的環境下 吃熱的食物 因為真的會炸掉 就更個人的習慣 對 所以 那聽起來不錯 你出門只要把人帶上就好了 那這樣怎麼還尖兵 還二百五 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很像那個什麼 當男人戀愛時 裡面那個抽著 好 比方說 他求婚了二百五 就是我們出去玩嘛 然後有跟著我們朋友嘛 然後他要求婚 他也沒有跟大家講 然後我 我大致上也知道說 他想幹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去墾丁玩 然後他也沒有跟我朋友智慧 然後我就是 後側箱一打開 我就看一堆煙花 然後我就想說 這也太明顯了 對 那好 那他就被我看到 我說你很無聊 大概是心裡棒 妳是幾歲了 然後就很少他心臟 然後他就 臉就有默默的 就把那個仙女棒拿下來 然後點 然後他給我 我說怎樣 我是八歲嗎 我就這樣子跟他講 那我們在那邊玩一玩 我們就回去了 就要睡覺 就是要休息 然後他還洗澡 我就看到床頭邊 就有一個很大的鑽戒 這是玩具鑽戒 這是玩具 然後呢 他很有童心 來 就是這顆鑽戒 這麼大 然後他拍我的對焦 請看一下 這不是照片虎 是真的他對焦是 他現在對鑽戒 對 他說他要對我 不是 這個瞎不掩餘 就覺得給你一個 好大的鑽戒 要把你套住的感覺 我就大喊 我說 任德榮 你就這樣就想跟我求婚 我告訴你 不可能 那我們就 因為在民宿嘛 那我們就就是在 坐在那個陽台邊 這樣就是喝喝酒 聊聊天嘛 然後 他就真的很二百五 因為就剛被我拒絕完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的狗在那邊 然後他就整個很失神 然後他一直要看流星 結果他煙蒂 就遞到我的狗身上 結果我的媽很氣死 瞬間有那個 烤肉味 燒焦 烤肉味 好 然後他又 心不死的想要就是 再度求婚這樣子 對 他就從我們在那邊陽台 來聊天聊聊 然後我的狗也變 燒灰搭 然後 他就跑到那個樓下的 那個馬路 對面 然後開始點那個仙女棒 開始大喊 李彥均嫁給我 然後我就說 你趕快給我回來 等一下被車撞死 這樣還滿可愛的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很好向劇 對啊 他還不死心 想要往下走 我們就一路就走到 那個海灘那邊對不對 那我朋友也知道了 那我朋友就有拖一點時間 讓他去擺那個蠟燭 煙花 海邊心情蠟燭 對 對不對 他給我擺一整排的 我不是神明要供奉喔 我一瞬轉頭 一排 我在拍照我也看不到 看不到我在哪 然後他還燙傷手 我真的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天啊 搞笑的 難忘的求婚 他真的也是滿可愛的 天兵的 但我們不太懂 因為你們這樣子 一個過程裡面 後來交往幾個月 又閃電離婚 那報導有說 你們曾經為了錢的事情 很不愉快 是真的嗎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對 所以我對家庭的渴望 是很完整的 結果走到這個步驟的時候 我發現我年紀已經大了 所以我並不能像 就是我年輕的規劃的 那種路去走 然後加上我自己 每個月有房貸 然後我有公司 我要養我的員工們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這時候懷孕的話 那我員工該怎麼辦 妳就開始害怕懷孕了 對 我小孩如果超過十八歲 成年的時候 我都六十歲了 然後我要 要想我先生能不能 就是扛過這個經濟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就聊到 小孩的教育 那我覺得 觀念不太一樣 但是它是會順著我 但我覺得 兩個人關係 不是一直順從這樣子 對 妳也要有妳的心態想法 不然一直這樣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你年紀也那麼大了 對不對 他大我八歲 我說這樣子 彼此真的很辛苦 而且我們一南一北 久 有 看感覺像小你八歲 對 就是 我就會覺得 好 這個就 就妳要花更多力氣 去照顧他的意思 對 沒有更省心要花更多力氣 跟妳想像不太一樣 對 新聞還要寫到一點 我們看也覺得滿奇妙 我說妳有家暴前夫 家暴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從他那邊出來的 怎樣 家暴是怎麼樣 什麼情形 人家一般都是 我媽昨天還認真的問一下我 她說那個寫家暴 是說德龍打你 還是你打 他說德龍打你 我說不是 是我打他 寫我打他 我媽一直笑... 我媽笑死了 她說 妳敢打喔... 我就跟我媽講 妳有看過打他嗎 他有 他有去淹過傷嗎 我當下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說 他說我家暴 他要跟... 我當下是很難過的暴哭 我說不可能他不是這種人 所以我就... 我直播也播不下去 我打給他 他說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對 我也沒有這樣做 對不對 那他馬上就出來幫我闢謠 然後加上就是... 辦婚禮就很瑣碎你知道 那因為他高雄 他南部或北部 我北部的朋友 然後要請哪邊或弄哪邊的 就搞得我本來以前 我都想要想要就是 假結婚真戀才 因為我包出去滿多的 然後就是真結婚了 這才真的戀不了了 好累喔 真的... 感覺他是很多細節 結婚之後才開始思考 當中住啊 結婚的這些問題 所以問楊晴哥 你怎麼想 他這個四個月的婚姻 到底是結得太衝動 還是離得太衝動 都衝動 其實他原先這麼渴望 但是從一開始 其實就只是想那個 軟的問題而已 說要登記 就被逼到了 對 其實你什麼都沒想 婚姻就是這樣 他其實是 進入真正的長期關係 其實是兩個人 不斷不斷的謀合 浪漫求婚不算什麼 對 浪漫求婚 其實只是個開始 他應該多看哪一面 長期的關係 你看第一個 他工作就沒有想清楚 一南一北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其實我本來想過說 我要移到那邊去 是 其實如果真的要長期關係 兩個人這樣子分隔兩地 絕對不是長久之計 其實這個都需要規劃 甚至連婚禮都要規劃 婚禮 你看你從頭到尾 已經沒有真正的婚禮 他前面跟我 就是會有聊到的地方 就是不要讓我去煩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經過這個教訓 你知道很多實際的問題 是要先溝通 請求婚姻的 其實你們中間沒有溝通 都是要在附和你 體貼你 對 我就是覺得這一點 所以我才跟他講說 我們先離婚 因為 先離婚 還要再付婚的意思是不是 怎麼聽起來要後續 對 是不是 我覺得因為這樣子下去 兩個人會爭吵 對啦 與其這樣子我們不如 就是現在 像我現在我前夫關係 還是很好 他每天還是會上來跟我告白 就上我直播上跟我告白 你看看 還有續集的感覺 我們先進廣告 今天您聽說你跟老公認識的過程 很奇妙 對 我也沒有想過 我自己會是閃婚的那一個 因為我以前就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對象 要走到結婚的話 至少要交往個三到五年 可是直到自己遇到才知道 什麼叫做 天時地利人和 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然後我跟我老公的認識 是真的滿微妙的 就是他其實一開始是 他跑到社交平台來敲我 然後我就想說 這種男生 我看多了 就是這個敲哪個敲 然後亂槍打鳥 看哪個中 所以一開始我沒有花太多時間 去跟他聊天 對 那是後來就是 可能認識一陣子之後 有聊到工作 那我又是一個 事業心很重的人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 是在開什麼多媒體公司 我就覺得 那有機會 對 就是可以媒合 對 然後那時候才有 進一步的聊天認識 然後他後來有跟我說 其實他會來教我 是因為他去看了那個 小姐不吸地這節目 他連續三天夢到我 然後 對 他想說 我就覺得說這個很爛 這什麼東西 這也是卡咪的事 很太爛了吧 對 那可是很巧是在那之前 我的前男友就莫名其妙 就離開我 就突然說他要去國外工作 就沒有消息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去媽祖廟拜拜 我說我希望可以遇到一個 穩定的一個對象 那個時候 我老公也是在那個時候出現了 那就因為這樣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要花一些時間 相處看看 也許這是媽祖娘娘幫我找的 就試試看了 OK 所以一相處之後 認識一個月 他就想婚了 對 妳是做了什麼夢嗎 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小男生的衝動 因為我老公小我七歲 然後我前夫帶我八歲 你看他多老 你看你這多好 小心 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他應該是 只是那個衝動想要結婚 就剛好他年紀也到了 那我是過了一個 想婚的年紀 那他既然那麼想要結婚的話 那也許我們可以試著走走看 然後我們也是在交往 認識一陣子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回到 當初我求的那個媽祖廟 然後我們就拜拜 他不準頭 人就不見了 結果我就看到他在拔杯 然後這樣連續拔了六個聖杯 我就說你問了什麼 他就說 我去問媽祖娘娘說 是不是妳 如果這一段姻緣是正緣 可以給我幾個聖杯 就給我幾個 那後來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會看到就是 假如說他路上 就是有貼什麼尋貓起誓 然後他就會幫忙拍照 發到各大社團 群組 甚至路上如果看到相似的貓 他會再跑回去看到那個公告 是不是同一隻貓 有愛心的 對 小七歲會不會年紀差得有點多 其實一開始有 我周圍的朋友都會勸我說 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現在選的是愛情不是麵包 對 可是我當下 其實有想過一陣子 我就說愛情 對 因為以前也談過戀愛 然後事業我也自己打拼起來了 那就可能剩家庭婚姻這個 我還沒有嘗試過 那我也覺得說我到這個年紀 如果我再不去賭一把的話 我就錯過這一段 其實我們有點這種心態 對 就覺得賭賭看嘛 所以是衝動 賭一把 賭不好就離婚嘛 對啊 離婚而已 也不怕 那他婚後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不開心嗎 有 我覺得就是一個 小男生的心態 花婚後就覺得結了婚 然後他就開始沉迷於電動 這我就跟你講 就是交了一個兒子 我跟你講 結婚怎麼會再交一個兒子 真的 對 我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打電動 打這麼多時間 然後我真的是花了很多時間 甚至跟他大吵 就是談心談到凌晨三天 我跟他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 我說你今天我們都結婚了 我們結婚登記了 你現在是有家庭的人 你的生活第一優先順位 不應該是打電動 你應該先把家務打理好 因為我們家是女主外男主內 你們講好了 對... 就是 所以他連家務都不去做 他會擺到最後 衣服可能就會忘個幾天 然後再一起洗 然後那個洗衣籃就炸了 那真的不行 對 我就說你至少貓先顧好 然後家務打理好 你再去打你的電動 那你後來跟他溝通有用嗎 有 就是他後來會比較 就是做好時間上的排程 他會知道說 今天可能假日 家庭日 那應該是優先陪老婆 然後一起享受共同的時間 再去打電動 對這樣子 挖錢的習慣聽說也變很多 對 我以前也是錢賺到 我是不知道物價的 就是可能美容保養 三天兩頭出去按摩戶 把這個錢就是這樣子花 對... 但你要想到家庭的時候 你就會規劃對不對 對... 家庭都會想說我有貓 我家裡還有五隻貓 這五隻貓就是 都是品種貓 很容易有疾病的 對... 可以省錢就省下來 然後去給貓咪 我以前誇張到 我不知道雞蛋 或是什麼香蕉的物價 香蕉我永遠去7000買 然後雞蛋我就是超 那個也是7000或是什麼 妳真的是有錢人耶 買最貴的 那一盒一百二 然後是跟我老公在一起 我才知道說 原來雞蛋是一盒五六十 就有的東西 天啊 妳現在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我的生活 就真的只知道賺錢賺錢賺錢 每天追求業績 然後錢怎麼花我不管 我就是永遠花最好最貴的 然後妳婚後妳這樣子 整個大改變 就什麼都省 我後來也是結婚後才意識到 原來就是一個 成總市場很好玩耶 很好玩 對... 就原來就是 婚姻是一個這麼淘汰的東西 原來我要的不是這種外在 吃美食拍照大哥 我要的就是一個人很淘汰 陪我牽著手 逛傳統市場 買菜回家 然後一起煮飯吃的這一份幸福感 OK... 所以我覺得是越來越好 進入佳境 我們要稱讚他有個 我覺得很棒的優點 他料理功夫很不錯 妳可以點菜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對 我會想要吃什麼 他都會去準備 就是我們會在家自己做 蒸海鮮 所以說外面有那種 海鮮蒸籠一道一道蒸 他都會喔 對 他就是去買完市場 很漂亮耶 對 一道一道蒸 然後蒸完下面的高湯呢 最後再拿來煮湯 對... 而且這樣比較不會胖 比較不會胖 很健康 然後又很豐盛又很好吃 這以前都是我幫那個男朋友做的 所以我就覺得太辛苦 我去妳這聽起來滿酸的 越來越酸 甄莉妳自己會做菜嗎 我不會 我進廚房會出事 所以這搭配滿好的 楊謙哥怎麼看 這個相差七年的婚姻 是衝動還是命中注定 我覺得第一個 兩個人都願意為著 不一定是為對方 但是願意為著這個家庭 為著這個婚姻 願意做改變 因為現代人其實 追求個人的成就跟發展 其實我們都非常非常的 自我中心 但是當你一旦進入婚姻 它是兩個人很緊密的連結 其實你做任何一個決定 都會影響到另外一半 對 所以願意改變 就是他願意先做家務 再打電動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非常難 因為其實電動遊戲的設計 就是讓你上癮 對 讓你有一天年的進步 想要達成目標 其實他的設計其實是 引用你的多巴胺讓你上癮 然後讓你會一直想要做 那他願意改變 就是他的理智戰勝的這個東西 而且他這個理智是就是說 為了你們兩個最大利益 相處的最大利益 然後你也願意就是 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 就是說我們兩個 我一直開園 我沒有截留 這是個很大問題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如果長期兩個人慢慢謀合 到一個程度 其實你們就開始要 讓婚姻變得多采多姿 其實我講老實話 每天如果都是這樣子上班 其實真的可以很無聊 兩個人就非常boring 但是就是 每一餐要想要做什麼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買菜 回家做一個飯 其實這就是每一天增加情趣 這個長期下來 其實每一天都可以變換 當然你也可以說 今天我不做飯 兩個都很累 我們出去外面吃 那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今天去哪裡玩 今天去哪裡吃 其實這個就是 每一天可以做的事情 我的事業 我的工作 它不能夠侵犯到我的家庭 對 一定要你畫一條線 這個界線 人會畫界線 這就是成熟不成熟 所以說我知道抉擇 要謀合到一個 兩個人都覺得很舒服的 可以搭配上那個節奏的 建立一個真實的生活感 我覺得滿重要的 原生家庭 對我們的婚姻生活 會發生多大的影響 心境廣告 好 金金也很快 跟老公交往半年 你就想嫁給他了 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 是交往兩年 才決定要步入婚姻這件事情 可是我在半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跟家人講過說 我覺得這個男的可以嫁 然後他們想說怎麼可能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或是他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才想要嫁給他這件事 那我們那天剛好是 我覺得這個跟家裡 給我的觀念 有不一樣的關係 就是爸媽他們曾經 就有跟我講過說 你以後交男朋友 你一定要出去外面玩 然後你要在路上 看一下他的開車的方式 他開車的脾氣 對 然後或者是 他在處理小事情的態度上面 或是在處理大事上面 你才會知道說 他未來對於你們兩個的事情 他能不能好好地處理好 對 然後剛好那一次 是我們兩個就想 我就心裡想說 那我們在一起 大概三個多月左右 我就 我爸媽說 你媽要出去玩 可是我沒有跟我爸媽說 我們要去哪裡玩 可是我就暫自想說 那我們去住兩天一夜好了 我就想說 那我們直接殺花蓮好了 對 就直接想說 我們就是走一個那種 很難很難走的路 或者是就是對 好山好水的風景去看一下 想說他應該會在途中 有什麼回饋或回應什麼的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是 會開車的兩個人 那我們就想說 那講好了 輪流開 對 就是路上就是輪流開 這樣我覺得比較公平 因為才剛在一起 三個多月左右 然後就輪流開開開開 剛好開到花蓮的那個地方 然後它的小路是 左邊這邊都是稻田 都是那種水的稻田 對 然後右邊是那種 人家的平房 然後當下 我大概 我們開花蓮大概四點多 那個時候剛好換手 那時候下山 一下山之後是換我開 然後結果一下去 Google檔案就開始 帶我們走了那個 就是旁邊是水稻 沒辦法回車的路 完全不行 完全不能回車 然後我一緊張之後 我就會開始 一直開始碎唸 我說怎麼辦 這個我看不清楚 然後它又是左邊岔路 右邊岔路 然後小路草 對 那個會很緊張 對 我會緊張到不行 然後我當下 就是我想說可不可以換手開 你知道我的手已經這樣抖了 已經在抖了 它沒有換嗎 沒有 就不能換 就完全不能換 我就這樣一直開... 然後它很帥氣 很霸氣跟我講一句話 你不要聽導航 聽我的 然後我想說 你聽我就好了 你就穩穩的看前面開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死盯在前面 他說直走... 左邊小路不要理他 也不要右轉 你就一直直走 好 現在可以右轉了 慢慢右轉... 真的 他就這樣默默的 然後帶我離開了 那一個很可怕的小路 對 這建立信任感 滿好的一個經驗 而且我覺得他在當下 是可以穩定 我整個情緒上面的 一個伴侶 一個對象 對 然後再來一次 就是我們開... 我們說第一天過去 早上就換他開車 開... 然後開到最後 就突然 也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右邊是花蓮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海邊 我就在觀賞著風景 然後聽著音樂 我就這樣 好... 然後突然 車子就突然 岔到旁邊 停下來 然後等到我要轉過去 問他說怎麼了的時候 他人已經不見了 結果我發現他在前方 那個斑馬線上面 扶一個阿伯 他後來就是扶著那個阿伯 因為阿伯好像是正中我昏倒 就在斑馬線 正中我昏倒 然後他後來他是去 因為剛好他昏倒的那地方 斜對角是消防局 然後他就直接 又跑去消防局 在那邊請消防隊員出來幫忙 然後他就... 他才回車上 這一趟好值得加分爆分 對 就是直接加分爆表 然後後來我花蓮完回來之後 我就馬上打給我姐 我就跟我姐講說 姐 我就是難得我可以嫁了 是不是 聽說你登記之後 你常忘記你們 現在變成你們了 對 就是 因為以前太長太長 因為其實我是射手座 非常之大啦啦 就是覺得說 那朋友在問說 要不要喝飲料 我就說好 要 然後就 我要一杯什麼... 然後他在我旁邊 就是完全 我會遺忘他這件事情 然後... 自己開口啊 對 他就開口就好了 對啊 可是... 然後後來其實這樣幾次下來 然後有一次 就我們跟朋友一起去吃飯 然後剛好是整桌的菜 然後他的好朋友 就問他說 你吃飽綠茶 不要加冰塊 那個東西吃飽要加辣 就是你會突然覺得 好像我這老婆好不秤職喔 不夠了解他 就是我不夠了解他 就會... 而且我在點餐的時候 我畫完之後 我是直接給他朋友 然後他朋友就問了他 我就想說 我這樣好像有一點太... 你要不是故意的 沒關係啦 對 就是還在調適當中 你有發現到就是好事的啊 對 就還在學習說 那我們現在慢慢要變成 我們這一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就是下課回家 我原本教完課回家 然後我那時候一開始 就是完全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回家囉 然後我就很開心這樣 然後我在... 回家的過程當中 我就想說 我想去買一碗剉冰 就很想一想買一碗剉冰 然後我就直接就殺去剉冰店 然後一回家就很開心 好...我回來了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要帶什麼東西 我說剉冰 然後他就說 我的呢 一起吃啊 對啊 對 一碗太多了 對 我後來就說 就一起吃啊 他說 你要不要下次 可不可以關心一下我一下 我有時候會想要吃仙草 就是他會那種就是 想吃仙草進去買 小心思啊 他有時候就會說 我覺得他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對於我來講 他不是那種 就是用草用鬧的方式說 你怎麼沒有想到我 他會適時地講說 那記得我下次想吃什麼口味 你要幫我買喔 這樣 我覺得他這個是脾氣 跟他的EQ蠻高的 跟情商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讓我 對他來說大加分 我還想說半年好像 可以嫁給他了 而且他還默默幫你 做一些事情 對啊 平常其實我回家 然後有時候就是 因為運動完了 我就把衣服丟進洗衣機裡面 然後我就隔天然後一起來 因為我真的是忘記 我有把衣服丟進洗衣機 隔天起來 衣服已經洗好曬好了 然後很長很多時候都這樣 我就覺得好開心 然後最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倒垃圾這件事 因為平常我們像 我自己的以前租屋處 我都習慣找那種 有阿姨打掃的 或者是家裡有垃圾場的 然後你會把垃圾拿下去 比較方便 對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會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呢 我們兩個就是想說 婚前是不是要同居一下下 然後我就會講一個禮拜 七天或者 七天我會去他們家 住三天到四天 然後後來我就很習慣的 把垃圾綁好 然後就放到門口 然後我就出門了 然後就垃圾綁好 然後再出門了這樣 然後其實這個 大概已經過了兩個禮拜多 然後我都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是有一次 就默默默默的 就是看 我就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是 剛好下課要回家 他就默默的拎著兩袋垃圾 去追垃圾車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有打掃阿姨嗎 你為什麼要追垃圾車 然後他就說 你以為喔 那全部都是我在倒的 我就說 你竟然都不知道 對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就想說 綁好垃圾 因為那是他男朋友 當時他男朋友住的地方 對啦 他不曉得 就是我也都沒有問 然後我就以為想說 可是妳很禮貌 因為妳都把他綁好 放在那個門口 對 我就是把他綁 放在門口 綁好放在門口 然後沒想到 他就是 他真的都是一直一直的 這樣去追垃圾車 妳不綁他也要去追 也是啦 就是這樣 所以感動的點在哪 感動的點就是 他會默默幫他做一些事情 沒有要求他做 我覺得是這樣 他也完全不會要求 我做這些事情 然後包含就像是 不管是洗衣服或曬衣服 基本上他都是做好 他也不會跟你邀功說 我跟你講 我也要幫你做這個 而且更神奇的是 你發現車子不用加油都可以跑 那嘛 沒有 因為我之前那時候 剛買新車 然後他有時候就說 那不然我載你去上課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會讓我就是 可以在車上休息一下 睡一下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把車開走 那就是我們也省停車費 我就說那你去繞一繞這樣 讓車跑一跑 他說好 然後他開走之後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整個月 我只加了一次油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好省油 怎麼 這台車好省油 而且還CRV 就大台休旅車 我說好省油 趕快叫我爸 趕快去換一台車好了 都不用加油 對 不用加油 真的完全 我就說都不用 他幫你加碗 對 然後他就說 你以為 那都是我去幫你默默加油的 就是因為 像我自己住林口 然後我們很常會往台北跑 因為我說教課 晚上會在台北 所以我們從林口開到台北 一整個月 就是我真的只加那麼一次油 我才跟他講說 原來是這樣 而且半桶他就會加滿 半桶加滿 所以我覺得他們 他也滿厲害的 會默默讓你發現 總之你都會發現他的好笑 對 有的是默默坐半天 對方始終沒發現 你很快就會發現 對 你們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是來自於原生家庭 對 就是其實 我覺得從 我們兩個從情侶變成 夫妻之後 就是因為在情侶的時候 回家裡 爸媽都會說 那是男朋友 你最近好嗎 你有沒有吃飽 這樣 好 就基本關係 結果一變成老公之後 就開始了 你有買房子嗎 你的那個家裡有房子 你自己有存款嗎 你存多少了 你保單有買幾張 這麼直接 之類的 因為我們家庭其實比較傳統一點點 就是他們的問話 他們其實真的就只是關心你 他就是 他也沒有特別的 要給你一個下馬 或怎麼樣 對 可是他就是一個 用一個很直的關心你 就跟人家說 你要怎麼樣 然後或者是他會跟人家說 你做這個沒有用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 阿嬤每次就回家的時候 阿嬤每一次都會問 大概我們回家五次 他大概又被問三次到四次 阿嬤就問他說 你最近在幹嘛 阿嬤不記得 阿嬤不記得 對 你最近在幹嘛 最近看電視 怎麼都沒看到你 你最近要接什麼通告嗎 然後他就會說 沒有啦 我在照顧你孫女 你照顧他也要賺錢 之類的這種東西 然後所以他第一次 其實回去之後 他其實有點不能理解 說為什麼阿嬤會一直問 這一些東西 然後他真的是有點生氣到一個 就覺得說 為什麼阿嬤要這樣問 他問了這個好像也... 就是他問這些 其實也沒有答案 阿嬤也不能幫忙些什麼東西 那他就覺得怪怪 就說我們其實真的很努力了 那阿嬤你這樣問完 其實有時候會打擊到 我們的信心跟想法 對 可是很困難 就阿嬤改變很難 對 我會... 對 我後來之後 我就開始兩邊開始 兩邊開始鬆了 因為阿嬤真的改變 這太難了 我就鬆了 我說阿嬤也不是這樣的想法 阿嬤就只是關心 只是他的關心 用一個不同的方式跟想法 甚至是講話模式 在跟我們講話 他可能以前就這樣子 因為以前阿公就是這樣 一直被他這樣戳大 這樣 對啊 就是... 對 阿公就是一直被他念到... 對 沒有錯 所以陽晴哥原生家庭 這個問題有解嗎 是這樣子 原生家庭 我的原則 處理原則是這樣 我處理我家的問題 你處理你家的問題 就是你先生到你家 阿嬤或者是家長這樣問 其實應該由你出面 不是由他來回答 就是說 阿嬤妳不知道 他對我很好 我長後還帶我去哪裡 玩給我阿嬤你知道嗎 由你 因為你比較認識你的家人 對 因為你知道 特別是男士被這樣 一直講... 一直講的時候 男士的心裡面的感覺是這樣 你不信任我的能力 可以照顧你的孫女 其實他心裡面 久了他會很不高興 老師 可是我有問題 因為我每次跟阿嬤講完 這些事情的時候 阿嬤都會說 沒有啦 你都沒有看到 我就想說 相處的是我跟他 阿嬤都說你都沒看到 沒有關係 那你說阿嬤 有 我有看到 你就跟他講 不要讓他去出面 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處理久了 其實他們的關係會不好 其實這個事情 應該由你來緣 對 因為你對你的家人不加厭 如果到了他們家 由他來緣這個場 對 沒錯 對 OK 因為他剛好他們家跟我們家 真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家庭 他爸就是會很貼心的問說 你們兩個最近怎麼樣 或甚至是 因為他爸爸是大學教授 就他的講話模式 跟我們家原家的講話模式 就不一樣 然後好人讓他做 就是如果阿嬤 這個是他拿出來的 你拿那個什麼 水果 對 拿什麼東西 好人讓他做 壞人讓你做 總之就是讓他感覺 你是支持他的 這個讓他可以挺過一些 他不舒服的地方 那如果愛情長跑 為什麼走不到婚姻這個點上呢 又是什麼原因 馬上再回來 好 珍妮跟老公交往一年就結婚 但妳曾經有交往過六年的感情 沒結果 其實我一直覺得那一段 曾經以為會有未來 會走下去 六年很久 對 就瞬間覺得自己老了好多 然後這一段感情就是完全都沒了 而且在過去的那一段感情 我是覺得我做得很沒有 很不像自己 然後在那一段感情是很卑微的 因為那個對象 他年紀也是比我小 他笑我五歲 但他的一個情緒跟脾氣 可能也沒那麼好 就是他當情緒一來的時候 他會拿我出去 譬如說天氣很熱 他在我家樓下等我 等很久 他就開始直接對我擺臉色 整了那麼久 可是說真的 實際上也不是我的錯 可能就是電梯大樓的那個 樓梯電梯比較慢下來 然後需要等一些時間 他就等一下會生氣 沒耐性 對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是騎摩托車 他會突然生氣 就這樣子吹油門 我在後座 很不情人 對 我在後座就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的我 對這段感情 我完全不會覺得 是不健康不好的 因為妳很喜歡他 對 我後那時候才發現說 是我太喜歡他了 女人都會遇到這個 對 我就去妥協 他所有不好的狀態 然後越妥協 他越得寸進去 對 然後最後 就是他覺得 我越來越沒有價值 他就是想要拋棄我 就要我 甚至那時候就是交往到最後 他也是主動先提分手 但是提分手之後 他還是捨不得離開 我對他的好 所以還是有一次回來找我 但那個時候就覺得他怪怪的 他就是可能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手機放桌上 他就說 你不要看我手機喔 這是 就是第五一三 真的 對 我就覺得奇怪 你幹嘛要多跟我說這一句 因為我從來不會看人家手機的 甚至那時候我們騎車的時候 那個安全帽我戴過 大姐就覺得說 有用戴過 對 真的 要相信女人的直覺 對 可是我那個時候還傻到 我不願意去面對這個事實 到最後就是真的是 被他嫌到一無是處 然後被他拋棄 那時候就是他 就都不理我了 然後就突然先消失 然後 訊息都一讀不回 我之後才在他的社群網站上 看到他跟其他女生 約會的動態 好難過 對 我那時候很難過 就是我那一陣子 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 才走出來 每天眼淚這樣掉 因為付出太多 對 付出很多真的是 這段時間太久了 但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徹底的醒了 就是眼淚流乾的那一天 我就復活了 然後告訴自己 女生要有自己的事業 好好做自己 不要為任何一個男人委屈 沒錯 才造就現在這樣的自己 所以我也其實也滿感謝他的 人間清醒 對 要知道委屈從來不能求全 要把自己做好最重要 清清妳也是有一段 九年的感情 對 九年好久 我前面其實那個時候 跟這一個老公要結婚前 其實那段感覺是九年 到現在其實想起來 還是會是一種遺憾 是 對 就是那個九年是一個遺憾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在兩年的時候 其實也是想說 要不要步入婚姻 然後或怎麼樣 其實雙方家長都已經見過面了 然後包含是就是 他們也吃過飯了 對 然後可是中間 其實是有一些 溝通上面的磨合 我覺得不像是 剛剛我講的這麼的開心 這樣我們可以願意 彼此跳出來 而他都會想的是 他只要一不開心 他就完全悶掉 他就完全自己 白臉色這樣 他就白臉色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到底在想什麼 不講 然後我問他平常要幹嘛 也不說 我們兩個最常 最常吵架的原因 是因為吃飯 吃飯也能吵 對 我就想說 我心裡那時候 一開始我們在一起 第一年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覺得 吃飯是一個 多麼難抉擇的一件事情 但他在旁邊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那你今天想吃什麼 我不知道 那你想吃什麼 我說那我想吃麵 然後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了 這樣的對話 我說那你如果不想吃麵 那你想 你還想 我想吃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直回答了 就是 一直往不知道裡面去鑽 然後我就一直給他選擇題 我說那麵好嗎 還是飯好 還是什麼好 然後他就 不要 我今天不想吃了 就我沒有回答到他的 他想要的答案 然後他就說 他要回家了 這也是滿搞的 這很難搞的 然後 我們兩個最難搞的 有一次是我剛好那時候 舞蹈課下課 因為其實我還有一個斜缸 就晚上會教有氧舞蹈 有氧舞蹈跳完一個小時 基本上我們是吃不下 任何東西的 然後 我們只想吃小吃類 或是一些小甜點 先填飽肚子 晚一點 如果餓了可能再吃 結果沒有 就我那時候一問他說 你想吃什麼 我不知道 然後又開始了 然後後來 妳們每天相處好累喔 就為了 每天都要吃蛋耶 對 然後後來反正就 我後來當下 我又問了他說 那我想吃麥當勞 那妳可以陪我 陪我去吃麥當勞嗎 他說不要 我現在很餓 我想吃火鍋 那妳可以吃火鍋嗎 火鍋了 對 他說 好不容易喔 對 知道還要吃什麼 對 那妳可以吃嗎 他就是用一個 嗆我的方式 跟我講說 那妳可以吃嗎 妳現在運動成這樣 妳又不能吃 我現在很餓 我就想說 為什麼妳要用 這樣的方式跟我講話 我就會覺得這樣的關係 其實真的是 但他有好好的一面 對 可是在這種小地方 一直無限的摩擦的時候 其實很多耐心 都會被他磨掉 妳們兩個好像沒有達到 那個平衡點 所以九年的時間這麼長 分分合合 最後怎麼確認分開的 確認分開那個時候 剛好是當下是 我們也是講到 要結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上 現在的婚姻 我反而沒有想得那麼遠 想說未來可以幹嘛 未來可以幹嘛 可是在那一個男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想得很遠 因為他也是 他也在南部工作 然後我在北部 然後我其實就問了他一句說 我想問 妳對於結婚後 妳的規劃是什麼 我就問他說 那妳對於結婚後 妳有沒有什麼想法 不知道 對 妳說呢 我不知道 沒有 沒想到 他就說 他就說 我覺得妳不想結婚 我就說沒有 妳不想結 怎麼會問這個問題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就是覺得妳不想結婚 他在洗腦妳吧 他的固執面已經 我沒有辦法 我就跟他 然後我最後 其實我那時候火氣也來了 然後我講話講超值 我說如果我不想結婚 我不會跟你在一起這麼久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只是要一個 很簡單的求婚 妳也沒有給我 對 然後可是他就是 我現在想不到 他說我想要的求婚 他沒有辦法給我 其實因為我想要求婚 就只是大家可能 親戚朋友 或是好姐妹們 在現場一個 一個 求婚現場而已 可是他就是都沒有辦法 他就是說沒有時間 然後不然就是 他只是不願意做 對 然後後來 反正就當下那個時候 我們兩個這樣吵 關於這一個話題而已 我們兩個吵了一個禮拜多 每一天電話 就是我就跟他解釋說 我真的不是這樣想 但他就說 我就是感覺你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 你們彼此對妝心滿有耐心的 因為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對啊 九年沒放手 對 我就想說 已經前面已經努力了九年了 那我現在 因為我們兩個 一個誤會 一個摩擦 就放手 其實我會很難過 也會很可惜 然後我當下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他說我們兩個吵成這樣 我們兩個暫時分開好不好 然後後來他隔一天 直接趕他來 他說我們兩個只有 分手跟在一起 沒有暫時分開這四個字 然後後來等到 我們兩個平穩兩個月後 我們兩個才所有的話 全部都把它講開來 他說我們兩個就是分手了 雖然就是分開之後 其實還是有 半年內還是有交織一些 例如電話費 然後或者是網路地視台 我也經歷過啦 對 網路地視台 這些你哩哩哩的東西 可是就是 最後還是分乾淨 其實現在就是完全的 我們兩個人就是 IG退追 然後FB還有好友這樣 花了九年 終於確定不適合 對 好 所以什麼時候要結婚 這個真的 時間我覺得沒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就是 你自己準備好了 他準備好了 你覺得這是一個對的關係 舒服的關係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在一個很好的 有能量的狀態 可以成熟的結婚 也可以保有單身的自信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可以奔向結婚的時候了 祝福大家勇敢 拜拜 對 嚴格 在剛才一聲聲聲音